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同仁他们被紧急召回 攻略组遇到棘手的任务 被派去前线的20名玩家 前面10人进入BOSS房间后 就跟BOSS一同消失不见了 所以团长想召集大批人马攻陷那个BOSS 同仁答应了 可他的条件是先保护亚斯娜 他们来到75层做准备 克莱因和埃及尔也参加这次BOSS战 这座战基本就是选蒙骑士团当前锋 后面的人就尽可能看清BOSS的攻击模式在反击 大伙冲入房间却看不到BOSS 抬头就看到骸骨猎杀者在上方 紧一击就把玩家击杀 团长和同雅各负责一个镰刀 其余人就从旁边袭击 在牺牲众多玩家后终于把BOSS击杀 这才75级就这么难了 顿时让大家怀疑人生 这时同仁看到团长还是绿血 他偷袭团长发现他被系统保护着 原来他就是GM矛场金炎 而且他还是最后一层的BOSS 矛场为了奖励看穿自己的同仁 再次赐予同仁与自己对战 只要赢了他就立即通关 同仁回想起往事 头一热就答应了 刀剑神御师他设计的 双刀流的剑技他肯定懂 同仁想速度取胜 可惜矛场的盾还是太坚硬了 眼看同仁就要被杀 雅思纳为他挡下 雅思纳就这样死在同仁面前 接着同仁也被杀 当同仁却靠意志力重生 刺向矛场 随着同仁死去 刀剑神御就这样通关了 同仁和雅思纳并没有死去 他们在最上层看着刀剑神御倒塌 矛场出现说 刀剑神御的全部数据已经在删除中 剩下6000名玩家已经退出比赛 矛场也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矛场很早以前就迷恋着那城堡 所以他想创造超越现实世界的一切的另一个世界 矛场依然相信在别的世界 存在着那城堡 恭喜完两人通关后 矛场也消失了 两人在做最后道别后 离开了那个乡图两年得到剑神御 终于在现实世界醒过来 回到日常生活 同仁竟然想和妹妹小侄练习剑道 同仁虽然跟小侄打得有来有回 但体力还是跟不上 事情已经过了三个月 雅思纳到现在都还没醒来 雅思纳父亲带着手下虚香来探望雅思纳 而且这变态虚香竟然是雅思纳的未婚夫 雅思纳是一定不会跟这个变态结婚的 虚香想利用这件事完成着婚姻 他说研发SAO的阿哥斯倒闭后 被雅思纳父亲其中公司接管了 而虚香现在正在那个研究部门工作 也就是说他控制住雅思纳的生命 让身为中学生的同仁不知道要怎么做了 被小侄用身体安慰一晚后又振作起来了 第二天突然收到雅思纳被关在笼子的照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